好,開始了嗎?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請他觀眾進來 我們在準備我們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非常精彩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來看 已經預告等下是什麼物種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執行的方式很不一樣喔 我們在一個白老虎的秘密基地 那這個地方其實你們來都看得到 所以你猜猜看這個現在是在哪個地方呢 感覺像是一個鐵軌 鐵軌,對,鐵軌 好,那我們呢,就是 直接開始嗎? 開始了嗎? 好 好,那歡迎大家來看到 我們今天的六福城市在哈囉的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犀牛哥哥 那相信大家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只能在家裡就是很無聊的 非常的就是防疫 那因為為了讓大家在家裡不無聊呢 所以今天要來大家看到的是 我們非常可愛的白老虎喔 好,那除了就是在我們園區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的白老虎以外 還有就是可以騎乘我們 這個正上方的 這是我們的 猴子行大運空中腳踏車 還有就是可以坐成我們的猛獸巴士 去我們的猛獸區裡面 看到我們其他的孟加拉虎 好,那在我右手邊是今天的保育員 嗨,大家好,我是市眾 又跟大家見面了 對,就是前幾集我們的市眾齁 好,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看到的是我們的百老虎喔 那我們請我們市眾來介紹一下 好,那今天呢 我們來臉不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我手上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 對 啊 你在看這是什麼 是媽媽的買菜包嗎 對,媽媽的買菜包 可以手提,非常的方便吸引 不是喔 那基本上看起來 OK,就是看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消防水袋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拿消防水袋 帶來做我們今天所謂的行風道具呢 因為我們消防水袋 其實在一般消防需求上面 他定期要做一個準款 但是呢 他常常就是在那邊備而不用 所以常常品項其實都蠻好的 那時間到了他就要進行做汰換 那這時候呢 這個飛機我們可以做什麼處理呢 這時候就變成我們動物很好的一個玩具 喔,玩具變成玩具了 對對對 好,那可以看到他手上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常見的消防水袋的尺寸 那像裡面還有一塊 小小的 小塊的 對,有細的 所以他有不同尺寸的消防水袋 那我們在動物園裡面呢 我們會依照他的習性、大小 去配置不同的消防水袋的豐富化設施 去給他們做使用 讓他們在這邊比較不會無聊這樣子 對對對 好,那我手上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大概四天前 先做完給羊完的 那可以看到髒髒的嘛 因為他們常常會在上面磨蹭 然後我們會在上面塞一些草 然後他們就會沾滿了他的味道 味道 你可聞聞看 雖然說戴著口罩 嗯 很香 滿滿的羊燒味 那我們現在呢 在沾場 其實我們也佈置一個 充滿羊燒味的小馬 他也有馬丸 好 喔 OK 可以嗎 等我一下喔 好 好 我夾得到嗎 有有有 OK 那我們繼續喔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們目標是白老虎 所以我們今天塞的是什麼 Yeah 塞的是我們的肉 肉啊 這是看出來是什麼吧 雞腿 雞腿 然後加上昨天羊吃剩了一點點草 那我們現在在沾場裡面呢 已經佈置好我們 接下來要給白老虎玩的風富化設施 好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現場就直接帶到我們的沾場裡面囉 好 各位觀眾朋友要看得非常仔細喔 因為等一下距離會有點遠 來 這是我們白老虎的沾場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風富化的設施設置在哪裡呢 其實很明顯喔 就在我們的展場的正中間 我們把它設計成 類似一隻 馬的樣子 雖然說有人說他長得像 羊朵 那就是因人而異啊 那現在我們的展場老虎還沒有出來 我們 這一次呢也是算是 做一個動物行為的觀察 我們不確定他對於這個行風道具 他的接受程度是如何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把我們白老虎給放出來囉 OK 可以放了 哇 那請大家拭目以待 那上面塞的一樣也是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雞肉嗎 對 現在也是 今天呢 我們 老虎出來了喔 大家 還沒有發現今天的道具喔 畫面上看到這一隻呢 他叫做馬小雪 是我們園區內一隻母的白老虎 哇 他現在直接的走靠近我的行風道具 這也是他第一次去接觸這個玩具喔 可以看到他現在一直在秀文嗎 那是因為前兩天這隻馬呢 他是真的跟馬 居住在一起 所以他充滿了馬味 對 對於白老虎來講 是一種蠻特別的刺激喔 甚至對於肉有點視而不見 他就一直在秀文那個馬 的味道 他現在是在分辨不同的氣味 對對對 他也不曉得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還是有一點警戒心 對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選的馬小雪呢 一樣 今天是剛好他的放風日 那小雪的特性呢 他就是比較 比較外向活潑 他對於一些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比較高 他勇於去嘗試一些新的玩具 所以剛好我們今天剛好可以看一下 他對於這種新玩具的反應是怎麼樣喔 他現在目前看起來還是在認識他的階段 對 明明肉就夾在裡面 但他不太敢去吃喔 可以看到他充滿了疑惑 所以其實動物的氣味啊 對他來講 或許比食物還是來的 要 他的刺激性來的要強 因為對他來講 但是他沒有聞過的味道 那他現在在幹嘛 他好像在吃草耶 對 那其實我們馬小雪 他有一個蠻特別的習性喔 算是他的習慣 他平常呢 在放展的時候啊 一剛開始他都會先去吃草 那常常有人問說 嗯 他不是肉食動物嗎 他幹嘛吃草 那可能我們可以推估 他可以吃一些草 促進他的排便 我們常常在掃龍舌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糞便裡面呢 都夾到了很多的草 哇 他好像對那個沒興趣耶 哈哈 對 其實呢 我們做行為豐富化啊 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看到 我們動物很 很開心很活躍的 去使用我們的道具 那甚至我們有做過一個木樁 大大的木樁 然後就插在我們的 現在差不多小馬那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隻呢 叫做馬小球的 公司的百老虎 他一出來直接就被那個大木樁給嚇到 然後他就不敢靠近那個大木樁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做這種動物行為觀察 我們就要很注意的去了解說 每一隻他對於新事物的 接受程度是如何呢 然後他喜歡的東西是如何 這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未知的探索 那對老虎也是一種新的刺激 哇那是這種我想問一下 他的肚子為什麼會就是這樣子垂垂的 喔比較垂的 是不是太胖嗎 很好這個問題很好 那通常來動物園玩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老虎 那一般遊客啊 以我所知 大家都喜歡這種白白胖胖的老虎 那其實我們有一種叫做體態評分的 那體態評分呢 我們會去看他的四肢 包括你剛剛說那個肚子 對肚子 我們現在看得到他有點垂嘛 欸你說的很好喔 我們最近呢 剛好在準備讓他調整他的食譜 我們每一季呢 就會連同我們的營養師跟獸醫師 跟我們照養的keeper 一起去討論說 我們的食物要不要做調整 像我們這隻馬小雪呢 他目前那個體態評分 我們有1到5分 1是瘦 5是胖 那你覺得這個是幾分 3嗎 3是標準 對 所以對我來講 他可能是 多一點點 4分 3.5是4分 所以他其實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說坦白一點 他就是需要減肥 那減肥有什麼 就是吃少一點嘛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多動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玩具呢 其實也是希望說 他可以去抓著我們的玩具去玩 然後讓他多一點活力 對 對對對 那殊不知有時候 事與願違喔 我們的玩具 對他的吸引力不是那麼的強 那我們 在動物園的工作來講 我們就是常常要去評估他的 他的體態也好啊 他的精神狀態也好 然後去適當的給予一些不同的刺激 對啊 他對於刺激的接受程度呢 每一隻可能也都不太一樣 那馬小雪可能不喜歡這個東西 那我們換一隻 說不定他就很喜歡那個 他的玩具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個玩具呢 不是只有他可以用而已 我們園區的每一隻動物都可以去玩這個玩具 所以他並不會浪費掉 那一定很多人都很想要了解說 就是白老虎跟我們一般看到的孟加拉虎有什麼差別 像一般的孟加拉虎身上都會是黃色的 對 那白老虎是因為什麼原因才會變成白色的 這個問題呢 也是很常發生的喔 常常有人說 白老虎是我們說的白子嗎 其實上不是喔 他白子呢 他沒辦法去體現他的黑色 但可以看到他的身上 是不是有黑色的紋路呢 那其實呢 他是可以正常分泌黑色色素的喔 那他現在為什麼是呈現白色 是因為他在身體上有一個叫黑核色素的基因 他沒辦法正常的去體現出來 那算是一種帶在性染色體上面的基因 所以他基本上跟一般的老虎是沒有其他的差異喔 他就是體色呈現白色的孟加拉虎這樣子 其實有發現他一出來啊 他會做一個巡圓 對然後到處找草 然後去嗅聞其他的味道 探索這個環境的概念 對他在聞什麼 其實呢 我們這個場域啊 有不同 其他幾隻白老虎 他的兄弟姐妹 那他每天出來呢 就是先去聞聞看別人前一天或前兩天 前三天留下來的味道 所以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探索環境社交的一種行為喔 他們就是一個非常好奇的大貓咪 對對對 所以這算他的例行作業了 那如果像一般的孟加拉虎的身體顏色是黃色 那他們的瞳孔就會是黃色的嗎 對 算是 那像我們白老虎啊 因為我剛剛說 他黑核色素 沒辦法去體體現出來 所以他導致他的瞳孔顏色會變成藍色的 藍色的 非常的漂亮 他蠻標誌性的一種特徵喔 他屁股好豐滿喔 很認真的在找草吃 那像這種動物行為觀察 我們就會去了解到每一隻的個性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喔 他吃草不是他生病 而是他的喜好之一 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來就覺得 欸很好奇 我們是沒有餵他東西吃啊 但剛剛大家也有看到 肉擺在眼前 他寧願去吃草 喔不是 就是他去吃草去幫助他的消化 那我們的肉量啊 其實每天都會做配給 那我們的飼料是會依照他的體重 然後 跟每個禮拜 欸一個禮拜會有七天 配給不同的食物 讓他們去攝取不同的營養來源喔 那如果在野外的就是孟加拉虎啊 他們一天大概要吃多少量的肉 就是一天的一餐 嗯 要吃多大量的肉 這個問題呢 其實 呃 因為你剛剛說的很關鍵說是野外嘛 對野外的 野外 他其實可能運氣沒那麼好 他可能十次狩獵才有一次成功 那所以他在野外呢 其實常常會是有機會吃 他就會飽餐一頓 吃很多很多的肉量 嗯 不一定 然後常常會餓好幾天 所以我們在動物園照養啊 我們可能不會那麼極端 但是我們會有一天叫做斷食日 斷食日就是在模擬他野外 可能吃不到獵物 捕獵不到獵物的那個空腹的一個 喔 模擬那個環境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讓他們身體肌呢 還保有在野外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至於說他的食量 我們在照養上面 我們就會 抓一個平均值 比如說是體重的2到3% 的重量的食 呃 的肉類 那像他的體重 目前看起來 差不多是150公斤 所以他一天大概吃到 大概3到4隻雞的重量 就是他一天所要吃的 呃 所有食物的 總和的重量 那我們也會評估他的活動力啊 跟體態 然後再做一個調整 所以不是說每一次說 喔 他一定要吃多少就是多少 我們會有一個 比較彈性的評估 嗯哼 小雪拜託去 去玩一下嘛 他好像真的沒興趣耶 對 那 我 我們只能說很慶幸的是 他並沒有 對於這個行風道具感到害怕 對 這是算是 呃 也是一個好處啊 我們不要嚇到他 然後讓他自我去探索 那我們除了像這種 腮肉的行風道具啊 我們甚至在夏天 我們做 做過 把 我們的肉 然後混一些水 做成冰塊 冰磚 問題我忘記了 答案有觀眾的問題 哇 啊我知道了 大家有回來了嗎 我們剛剛直播有一點狀況喔 那我們現在 重新回到我們 小雪的身上 他依舊很認真的在探索房間 哇 那我們今天是馬小雪嘛 他是女生 對 那要怎麼從外型來去分辨男生跟女生呢 這個問題 其實在動物園啊 我們要看一隻 動物他是男是女 最直觀的話呢 就是從他的 後面看他 有沒有帶兩顆蛋蛋 那是他的睪丸 那像這種動物呢 都可以很明顯的從外觀可以看得出來 那 那其實呢 像我們老虎 他的公的體格會比較大 他的體重可能會到200到250之間 那母的相對會小一點 大概150左右 所以你可以 如果可以比較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母的比較小隻一點點 那大的就會相對 體格就大很多 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馬小雪還算是小小隻的 對 他的骨架就是比較 屬於比較小 他很認真的在吃他的草 對啊 這是他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有人問說老虎爬樹可以爬多高 老虎爬樹可以爬多高嗎 那 要不要帶到這邊這個樹上 他有一個爪痕 對 其實這棵大樹呢 是他們平常在抹指甲的一個樹 那老虎他會不會需要爬樹呢 基本上他 在野外 沒有什麼需要爬樹的技能 因為爬樹 他主要是伏擊型的獵食動物嘛 那他在野外他就是躲在草蔥裡面 然後等獵物經過 他再衝去抓他 所以他會爬樹 但他不是說他平常就會爬樹 有這個動作 那比較常看到的是他會在樹幹上面抓 然後目的是為了讓他的指甲去抹得更鋒利一點 所以大樹就是他的貓砂板 對對對 他們就會到處那邊抓抓抓抓 那他的指甲就像我們貓咪一樣 在長翹裡面 那平常就為了確保他獵食的本能不會影響 所以他們都要很認真的去抓 去磨他的指甲 對 有 有嗎 有問題 有問題 剛剛先提問喔 像我們現在看到馬小雪 他現在身就是 呼吸的那個身體的起伏是蠻大的 我們在看他的這種行為啊 有可能是 他像剛剛吃了一些草嘛 那我看起來 他是有想要把一些身體上的毛 就吐一些雜毛出來 所以他現在有一種要想要嘔吐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常常在展場 出來了 那可能會吐一些 比如說他的雜毛也好 嗯 或是他的骨頭 那他會把一些他的雜質異物給排出 就像一般貓咪會吐毛球這樣子的概念 對 那我們隔天去打掃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一下他所謂吐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哇 他現在呢走回他家了 那趁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好換他的兄弟 我們今天馬小白出來試試看他對這個行風道具的接受程度喔 要換男生出來了 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剛剛是母的嘛 對 那我們現在出來的是公的 我們看一下公的他的體態 是不是剛剛說的比較大隻 那他們都是在2013年出生的老虎 所以現在差不多是正職狀年期喔 大概是8歲左右 對大概8歲左右 老虎可以在平均壽命大概20年 那在動物園圈養的環境他會比較長壽 20幾年都是有發生的喔 你要說牠們可以跑多快? 喔牠們跑多快嗎? 像這種獵食動物呢 牠們都比較像是 瞬間速度很快 那不像我們人 其實比較有耐力的喔 所以牠其實瞬間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是剛剛就跟騎摩車一樣 我們人是跑不贏牠的喔 好 那現在畫面裡這隻呢 就是我們的馬小白 哈囉 那牠蠻好奇我們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牠的個性呢 相對於小小雪呢 牠是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牠其實有看到前面那個行風道具 但牠選擇的是往左邊走 然後從側面去靠近牠 那我們看一下牠的反應喔 牠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接近 不像馬小雪是直接走過去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牠們的個性啊 其實真的是有差別的喔 牠現在是在看有沒有人來跟牠搶食物嗎 對 其實牠態度非常的謹慎 那牠的兄弟呢 其實現在我們門開著 牠們兄弟是比較可以和平相處的 牠兄弟是小球 那小球的個性呢 又更害羞了 牠對於這種新的事物呢 牠寧願躲在龍舍裡面 默默地觀察 牠也不敢輕易地走出龍舍喔 哇 牠現在 牠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牠就是跑到隔壁 我們有兩間寿舍 牠跑到隔壁寿舍去聞一下人家的味道 繞了一圈 OK 現在我們畫面看不到老虎 是因為牠走回家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們小小雪呢 牠對於這種新事物 牠就是直直的筆直的往牠前進 然後聞一聞沒有興趣就走了 那小白跟小球呢 一隻是非常謹慎繞一圈 還是不敢靠近回家 那小球呢是 寧願不出來 我們在家慢慢地看這一隻 到底是什麼可怕的怪怪獸 那其實是一隻有肉的小馬 馬小白幾歲 2013年出生的 現在差不多是8歲左右 所以牠的體格大小 都已經是成年老虎的大小了 那牠們就是在野外的話 平常都是住在哪邊 然後分布在哪些國家 喔 牠主要都是在亞洲區域喔 那 所以常常有人問說 欸 獅子跟老虎會打架嗎 其實呢 在地理環境來講 牠們基本上是遇不到的 哇 那我們現在左邊這隻有沒有 剛出來 這隻呢 是牠們大家的爸爸 那就是大家最認識的馬西薩喔 那牠今年的年紀呢 其實牠已經很年長了 牠大概二十幾歲喔 牠從印尼過來的白老虎 那 牠其實對於新似乎啊 其實都不太 牠蠻淡定 牠對於一些新的變化什麼的 牠基本上都可以坦然接受 但牠的活力呢 因為牠畢竟有年紀了 所以牠活力不像我們其他的 年輕老虎那麼的活躍喔 喔 繞了一圈 出來散步 那 馬西薩啊 可以看得到 牠每一次出來 啊 現在鏡頭看不到 牠其實在噴尿 有一點點水柱的樣子喔 因為馬西薩其實很喜歡在那個 木屏台那邊做牠的記號 所以每次一出來 牠做的事情就是 我先撒泡尿做記號 再說 牠剛剛被我們關閘門的聲音 有點嚇到 牠們對今天的那個行風道具好像都 喔 興趣 興趣缺缺 對 那平常上面 就是如果有餵東西的話 會只有餵雞肉嗎 還是會有不同的肉類 那我們像今天是禮拜二 我們剛剛是吃雞肉 那我們會有餵的是 一個禮拜會有牛肉 有豬肉 那豬肉有分帶骨跟沒有帶骨的 然後還有雞肉 所以我們會讓牠多元的去進食 吃到不同食物的來源 味道 那些 那 喔 西薩也是一樣 牠對於環境的探索 牠也是會先出來 看看附近的 剛剛 欸剛剛 有沒有注意 小雪就是在那個位置 趴了蠻久的 那邊就存留小雪的味道 所以牠爸爸出來呢 就會先過去聞聞看牠的味道 欸一模一樣的點 那 有沒有看到牠這個表情 那是因為牠在鼻子那邊呢 會有一個嗅氣 那那個嗅氣呢 是去收集一些荷爾蒙的來源 所以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貓科動物呢 會有一種 像是做鬼臉的一種表情 那就是因為牠在收集其他人的氣味 那剛剛就是牠和女兒的氣味 那剛剛就是牠和女兒的氣味 那我們現在剛剛看到這麼多隻的其他白老虎出來 那如果牠們就是聚在一起的話會打架嗎 還是說可能在野外的話 牠們都是自己住的嗎 還是都是群居的老虎呢 像我們老虎呢 在野外牠是算獨來獨往的動物 所以牠在野外呢 通常都是 呃 是這樣 喔牠在噴尿了 牠在尿尿 感覺馬西撒好像在宣示主權 呵呵 對 那我們比較年長的老虎呢 通常牠的身形會消瘦一點點 但是像我們馬西撒現在這樣算標準喔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六福村是在Hello的直播 就到這邊 準備要結束囉 那記得大家可以幫我們留言 然後分享就可以抽我們的門票喔 然後來動物園的時候也可以觀察看看 我們Keeper呢 是不是在展場裡面佈置了什麼樣的道具 給動物們玩喔 那期待大家來六福村玩 好那記得每週二跟四的中午十二點 都會有我們六福村是在Hello的直播 那歡迎大家來我們的六福村的官網 來看收看我們的直播喔 好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